为什么古时候找治过人才都找孝顺的人 到底在家孝顺的人呢 有何可取之处 能治过平天下呢 对 古时候 国家选拔人才 标准 一个是孝 一个是脸 这两个标准 孝 在家能孝父母对国家一定能敬重 所以说中从哪里了 从孝子而来 忠臣一定是孝子 第二个脸呢 脸就不贪污 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讲 举孝脸 选举 宣拔人才 宣拔人才不是每个人像现在这个这个民间一般选拟 他不是的 他是政府官员 官员常常去方查 去探访 哪个地方有孝子 这个人很连接 他就把他宣拔出来 国家栽培他 他没有知过的能力是从小国家培养他 使他成为人才 成为将来是国家的干部 所以选拔干部基本的条件就这两个 而且选拔一定是同子 未成年的来 送他上去 由国家来培养他 是这个意思 从小国家训下来 他在我的国家训练 和我家里面 的 我们要不要 让我看看 我知道 听得到 有孝脸